弹子区是台中市马铃薯主要产区之一 这种子的面积大约是151公顷 为了让民众更加认识这项农特产 弹子农会特别是租借农田提供挖马铃薯的体验 这一天共有1600多人报名来参加 有的拿铲子有的徒手开挖 大家捧着一袋袋的马铃薯回家 收获满满 指令一下上百人 有的拿铲子有的戴手套 直接往田里挖 他们要挖的就是已经可以采收的马铃薯 弹子农会这天特别租借五分农田 开放民众免费采取马铃薯 是这样体验很棒 对然后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参与那种感觉很好 对然后又可以体验真正挖马铃薯那个快乐 从旁边挖不要从正面挖 往下挖 你看马铃薯都找不到 你也这样一两个会破 弹子农会表示 弹子也是台中马铃薯的主要产区之一 种植面积约151公顷 年产量约4090公顿 为了推广产业文化 特别举办体验活动 连续举办五年来 不少民众是年年参加 一起来感受田园乐趣 气候好 所以它 你看我们挖的马铃薯都非常的大客 最主要马铃薯它除了健康好吃以外 它还可以当沙拉 然后可以做了咖喱 甚至有那个控肉 你也可以加上去都非常的美味 让小朋友能够真正来参与到农事怎么做 那也真的来去采收我们的马铃薯 能够体验一下 体会一下我们农民的辛苦 如何让每个农作物 能够能够让它繁殖 然后能够欣欣向荣的生长 坦子农会强调 去年底气候稳定 让坦子区生产的马铃薯又大颗又好吃 欢迎民众拿回家制作马铃薯沙拉 马铃薯三明治 来品尝坦子马铃薯的好滋味 记者李靖阳台中采访报道